都發生在英國的戰略軍身上 一模一樣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重大的決策者 不是很有學問的人 不是很有人文素養的人 這個是我所擔心的問題 我們整個國家也有這個問題 我們整個人類更加是可以說 就讓我們科學家 把我們人類帶領到一個 把礦產全部用完的一個境界 這個是一個毀滅的境界 當然這個毀滅是毀滅掉我們的科技文 它這個自己把它自己毀掉 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 好 下一張 是不是你們的哪一位老師 請我繼續講一下英文的問題 我要告訴各位 講到英文 我才考過我的學生英文 可惜我忘了把它帶來 實在是慘不忍睹 那我的這個助教就跟我講 他說 總有五個學生 用 用一個什麼東西 就像不像一個 I ha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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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後面用want這類的faital error 一共寫下來,寫給我了 我已經沒有帶了 我把它送給我校長看 他怎麼這麼疑,我不知道他怎麼不犯 所以他就回憶我 他一定假設,我不知道你們校長怎麼樣 我用email給到他去,我再delete這樣才想 我等一下會用現實專誦,送他畫好奇 那這個78個,我稍微看一下 我才曉得,這個I開始不是偶然的 I likes,不是現好多的事 所以我要在這裡講 這個責任不在我,對不對 我自己在講 責任是不是在高中老師 我都懷疑 有一點最大的責任是在校長 他講的,在國中 國中的時候 我們國家還沒有所謂品質管制 隨便你怎麼樣寫 他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就不讓他敵人 那關於英文呢 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國家沒有品質管制 我認為我們國家對於英文教練 不僅僅是對於落後的學生 我們沒有注意到他的最基本觀念 即使好的學生 其實我認為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一件事情就是 學英文要注意所謂基本觀念 所謂基本觀念就是說 他至少不能夠犯什麼樣子的錯誤 那我本人呢 這個意思人常常在這個 這個 這個清大 的碩士班 博士班 聽所謂Seminal 我告訴各位,裡面也是錯板子 他們寫的,他當然都是英文寫的 也照樣錯的,就是離譜 我怎麼認為啊 這個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國家有的時候 本事太平 怎麼講呢 就是考得非常的難 用的課本也是非常的難 這個學生呢 他就是應付那些難的東西 基本的東西就是一塌糊塗 沒人管 到了我們大學 我們其實也不管他那個難的東西 可是我們的要求非常簡單 就是你不能犯這種錯 學生就不停地犯這種錯 所以我對於我們的所有的老師 我建議各位去抽查一下 學生的基本文法的能力 我一直認為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必去考難的東西 不妨考簡單的東西 所以考簡單的東西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出一些簡單的東西 讓他把中文翻成英文 看他會不會翻 不能夠考選擇題 拜託拜託,不要考選擇題 有些學生就很厲害 什麼都不懂 他就是會考選擇題 我也不懂他怎麼樣 他有一種功夫 那種功夫就使得他選擇題 最後考及格 你無從看出來 他的這個真的犯錯的能力 有的人真會犯錯 我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學生 我到現在還記得 我出一個題目 他蓋過來 他一點個卡蓋過來 那就是 He still go He still go 那我就把他找來 我說 為什麼 He still go 他說 他也不知道這個錯的答案 我說 難道你不知道這個錯嗎 他說 still是一個助動詞 現在這些學生 大多數是高級異業 然後進入技術學院 所以這件事情是 蠻遺憾的 對我來講 因為我認為是浪費人生 有這麼一些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其他東西他都會 微積分他都會 怎麼會呢 He still go 這個這個這個 那我這次還發現 這個 He must 後來沒有to 這個學生 趕快加個to 在上面 那我這個兩個動詞 總共也一定要有個to 所以 我建議各位 把這個基本的文法搞對 那我也從前在進一大學 做校長的時候 我就 這個有一次 就跟這個系讀人講 我說 你們最差的學生 應該找最好的老師教 那個系讀人說 好 那就找你 咦 不是這話 為什麼要找我呢 他說 你講 最差的學生 應該找最好的老師教 那我就開始教 我才發現 所謂最差的學生 中間 這個文法基本觀點太差了 那我也後來就去問了 發現這些學生 當年在高中的時候 根本沒有讀文法書 那有一兩個學生 他倒是讀過 但是讀得非常之難 所以我也在這裡 我很少願意在這裡做商業廣告 但是這個不妨看看我寫的一本專門為中國人寫的英文文 然後把裡面的這些殉職拿來考這個學生 看看他們會不會辦這個錯 或者把裡面的或是一百多個錯 拿來考這個學生 看他們能不能一下子就指出這些錯 他如果一再地辦這個錯 我認為 你們必須要強迫他們好好的做練習 這個不要辦錯 不要辦基本 不能辦活動 一直到現在 我們的學生 還是兩個動詞寫在一起 若不及死 滿不在乎 所以這個是一個演奏 第二個 所以我想我的第一個建議 就是你們應該注重文法 而且注重最基本的文法 第二個 我認為我們還是不要把這個英文 弄成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裡告訴各位 我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最近 教這個小學生 最近教鄉下的小孩子 我最難過的就是 他們對英文都是害怕的不得了 這個不能怪他 舉例來說 我注意到 從前 那時候 小學還沒有英文的時候 我有一個學生 他就說 我考了 他是國中一年級 他說我英文考的考 我真的就把題目給我看看 國中一年級的題目 第一題就是 please open window 中間有一個空格 有三個 choices 一個是 A window 加個 A 一個是 the window 還有一個是什麼都不加 三個選一個 二 各位一定要知道 A window 是可以的 Open A window 就是窗子都沒有開 隨便你開哪以上 Open the window 就是我指定了 Open window 也有什麼不對啊 如果是小鬼 這個你管他 Open window 還是 Open A window 或是 Open the window 你就現在跟一個雅鬼子 跟他講 Open window 他就說 我不懂 What do you mean by open window You should say Open A window Or you should say Open the window 所以因為你講 Open window 他就不開窗了嗎 他絕對不去開窗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 你就跟美國總統講 他也會去開窗 所以 那當然啦 對於懂得英文的人 都說 這個A window 也可以 和A window 跟Dow window 是兩個都可以 這個沒辦法 講哪一個是對的 我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學生 根本連Window 他就不認識 他是才進來的一個學生 所以啊 這個ABC啊 他才學 他才開始學ABC 所以等Window 你根本就不認識 他什麼他都不認識 就 還好 不是我的話 他幾乎就要放視 然後他就沒有錢呼吸 那我要講 我本人 就 小的時候 有的時候 對數學搞清 可是我對英文 從來沒搞清 那為什麼呢 我來把這個經驗給各位 因為我覺得這個經驗呢 是值得 跟大家分享 我小學的那個學校 所有的老師都會教英文 沒有一個不會 對於這些老師來講 英文是很普通的東西 英文課是普通的東西 我們每一天早上必有英文課 好像不是第一堂課 趁這個大家腦筋還清楚的時候 就上英文 但是英文相當很簡單 第一堂課 一開始永遠是呼吸 這個同學站起來 Dog怎麼拼 不會啊 他就放拼一整 第二天 他又問Dog怎麼拼 他不知道他就會 Cat怎麼拼 我們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開始 Dog跟Cat 我要講一下 我們是不可以把書帶回去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英文書是不可以帶回去的 為什麼呢 這又有環境的解釋 因為那個英文書非常貴 英文書是這個學校 你只能到學校裡面看一下 你就不要再回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大家都學會呢 因為那些英文書 都是開始的簡單 就是老師每一堂課 都是講Dog跟Cat 然後呢 就問一些簡單的句子 Did you go to school? 有些學生就說 I go to school yesterday 老師就罵一個人 老師就罵一個人 然後用Y去 就是這麼一句話 第三人稱現在是 單數加S 我從小就不會錯 就是因為這個老師 停著糾正我們 每一天問單字 每一天糾正我的錯 因為一下不相信 我從三年級一直到六年級 我們沒有考試 我一輩子不知道 什麼叫考試為何 我剛才講的 我們不准把書帶回去 所以我們也不要準備考試 就這樣輕輕鬆鬆地唸 各個唸得很好啊 現在我們在國家 英文是一個夢魘 對於很多人 尤其家長射精地位不好的 更加是一個夢魘 考得那麼難 而且平常又沒有這樣 像我剛才講的那種樣子的練習 這個是很輕人 很盛重其事的考試 對於我們的學生 實在是一個可憐的事情 各位知道 各位都是有教國中 有教高中 不管國中高中 我認為每一天都要小考 小考試 不是真的考 就是這個 很簡單的考試 我現在在教大學 我每一個禮拜 可惜這個 今天沒有轉換 我可以上網給各位看 我的這個 這個東西 各位可以上網 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可以如何教英文 我每一堂課的英文 必定由我自己唸一遍 唸那個課文 所以學生呢 就可以聽這個聲音 因為我要考的 我教過以後 下一個 當然我們不是每天都有 一個禮拜一次 下一個禮拜 所有的生字 一定要考一次 可是呢 我考過以後 從此不再考 我沒有什麼叫 段考 大考 絕對沒有 永遠考上一個禮拜 所教的生字 所以大多數學生呢 也是不怕的 他們在上課以前 花一個小時準備 可是各位想想看 他每一個禮拜 增加二十個生字 當然有些同學會忘掉 可是其實也會 repeat 到後來他也忘了 而且英文永遠應該 在細水長流 我每個禮拜也強迫我的學生 寫一小段作文 改的時候 我是經由網路改的 所有他們所辦的錯 我經過我的聲音 錄在這個檔案裡面 這個同學 一聽就聽到 上面回了架 你怎麼會的 忘了架 S 怎麼會的 這個明明應該要 用過去式 你要用現在式 我的嘆息的聲音等等 全部都進入這個檔案 所以知道 這個 我每個禮拜 常常都要改 一半天 這種樣子的作文 學生有沒有進入呢 我就這樣講 我的學生 是不犯這種錯的 凡是犯這個錯 絕對不是 我當年教過的 我教過的學生 絕對不犯這個錯 可是當年 我教的時候 他們也是一趟 進來的時候 也是一趟 到時候 就教會 我始終認為 英文 細水蒼流 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反覆電視 那麼各位知道 我每一堂課要考 對不對 考的是什麼 我再講一次 所有過去學生所犯的錯 我有兩架電腦 所以當我改了這個以後 我在左邊的電腦 就把它們全部都記下來 他們所犯的錯 這些錯 以後就要考 所以 第一個是改錯 第二個是填充 填充都是 這個 pans上面的 然後還有一些 很重要文化 然後有dictation 我會念二十個生子 然後有一整段 念 一句一句的念 念一句 他抄一句 寫一句 念一句 他寫一句 那各位想想看 這個東西啊 他持久了以後 他怎麼會沒有進 你再笨的學生 也會有進 因為英文沒有什麼多 我的感覺是 英文不要用什麼腦筋 你遲早 他就會了 那所以 我在這裡 和各位分享我的經驗 就是 注意英文的最基本的錯 絕對 絕對要把它糾正過來 拜託拜託 不要 將來我又收到一個學生 這個是 這個 台南 新國中學的學生 被問出來以後 能辦這種樣的錯 那當然 我是沒碰到的 我認為應該是不錯的 不過 不論如何 不要讓學生辦這個錯 一定要讓他們多做作文 一定要 那麼如果不要做作文 就是簡單的翻譯 要讓他們多做 不能夠只有這個選擇題 還有就是 升職每一個禮拜 考一次 上一次的 上個禮拜的升職 這個禮拜就要來考 那我認為 最好不要考得太難 使得我們的學生的英文 不要變成了一個 沉重的負擔 好 我想我 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各位建議 謝謝各位 其他的問題要把握著 都沒有嗎 來 教授民好 我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教授的這個 專業領域應該是 電機或者是資訊 可是呢 前幾天呢 我在 閱讀明感大作的時候 這個 有發現到 譬如說 你對文學的涉獵 譬如說 在書中我看到 這個 你提到這個 國蘭克姐妹她們寫 簡愛還有 好象山莊的那個 那個 場景 或者是 陳光明教授 她所提到 你對張艾玲的喜愛 那我自己在 教學經驗上面 其實是有完大的出入的 譬如說 我在天堂上的時候 其實也滿渴望 跟我們學生 分享我們的 閱讀的心得 可是我發現學生 他們的 他們的 反應非常的冷漠 尤其是 自然組的學生 他可能 對這些文學的作品 滿不限一顧的這樣 那 我的意思不是說 我們的學生 不閱讀 其實他們還滿喜歡看 網路小說的 只是說 我們所在 教授他們的 譬如說 經過時間的 失戀的文學作品 他們就 很少收入 或是他們沒有興趣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說 教授你在 看這些文學作品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看 或者是 你對於學生在 樂園這些 真正可以 稱得上是文學作品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那 對不起 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我可以一起 好 對不起 我問第二個問題 是說 大概兩三個月前的時候 我在報的上面 有看到 就是 報寫有看載說 有關於 對於 大學生所做的 30個 關於劉文素養的 這個題目 那 我們報上面 就是說 像這個題目的話 測試以後呢 學生非常 就是 教授對他的這個 測試的結果 非常的失望 那如果說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你可不可以 針對這件事情 分享給你看 其實這兩個問題 都是一句話 就是 有沒有大量閱讀的問題 就是 如果一個人 他大量閱讀 他大概也不會搞不清楚 阿拉法特 是現在 總統一個重要的人物 阿拉法特 不是法國的軍縣 除了 如果你大量閱讀的話 你也知道 戴高樂是當年的 法國總統 對 如果你大量閱讀的話 也不要大量閱讀 就是稍微閱讀 你就知道 科索夫戰爭 是怎麼回事 那我們學生 這個戰爭 開始的態度 知道 我真的覺得 他是非常幸福的一種人 那我現在 就是問 就是說 這個閱讀 我首先講 這個閱讀 到底對於所謂 體工科的 尤其男生 這個 不閱讀有沒有關係 你們不妨把我的經驗告訴他們 我這樣講 這個台青郊的學生 他們當然算是在科技方面 就是讀理工方面 算是比較好的學生 對不對 到底他好在哪裡 他比這些 其他的這些學校的學生 好在哪裡 這是一個問題 很多人以為 這些學生 是在於他在科學上的腦筋比較好 這個是有問題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的人文素養的比較好 那這個我怎麼知道呢 我本人是長男爺 我那對這種事情沒什麼感覺 那後來我就發現了 這個有的學生 他看不懂一篇文章 不是這個 這個大法官的 這個什麼 這個 漢語學書 不是什麼 就是technical的東西 比方說 業績方面的一篇論文 或者是 數學上的一篇論文 他看了好久 看了半年 我一直也不去管他 他說我實在忍不住了 我說怎麼回事啦 他就給我看 那我就這麼翻翻 當然我稍微要想一下 就懂 他短了半年 他每個週末都在看 他還是看不懂 什麼原因 是不是他的 在數學上的根基不夠好 後來有一天啊 我突然之間想動 我告訴各位 我怎麼想動 我到那個高級 這個高級的老師跟我講 他說 李教授 你知不知道我們最近做了一個實驗 什麼一個實驗 他說 學生能不會算一種數學題目 高級會把他去看那個 看一個數學題目 他不會看 他不會做 他這個老師就一想天開 他就說啊 那我就找一個中文老師來解釋這個題目的意思 這個中文老師是不懂數學的 可是他就 他看了以後他懂的這個意思啊 他就解釋完了以後他就走掉了 80%的學生馬上就開始做這個題目 一點問題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告訴你的這個同學 不能閱讀 或者是閱讀的能力不好 是一個問題 所以同學 不要輕視這種閱讀 而且閱讀不僅僅是閱讀科技的東西 所謂閱讀就是閱讀一般的東西 尤其最嚴重的是 這些學生 他現在只看體育版 學習學生是不是 只看體育版 他要不要有一天 這個教授 那個學校學生都會升學吧 對不對 叫他講報告一篇論文 或者是報告什麼做研究的介紹 我突然才發現 這個學生寫 講學校報告完全聽來聽去 聽不懂 但我以為他不懂 他會發現他是懂的 就是寫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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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啦 我要講 就注意到很多台經教的學生 就是寫得出來 尤其台大醫學院學生 有什麼大東西人家厲害 拿到他報告的時候 清楚得不得了 你去看看 台大醫學院學生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的音樂 什麼東西都比較好 去看小說 他也比較太多 去看《一女中》 我注意到《一女中》 關於這個偵探小說 研究的指考 也應該超過其他的學生 所以我要強調 就是要回答你的問題 閱讀不僅僅是 尊加自己的長層 使得你知道阿拉法座是誰 戴高勒是誰 不僅如此 閱讀這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使得你將來能夠 尤其對公正學生 能夠看得懂非常難的 學術者論 能夠寫出 人家看得懂的學術論 而且寫得非常真好 現在的男生 我知道 不須做這種事情 將來被老司怕的狗血噴頭的時候 他們會很難過 我還是這樣講 大家去看 這個功課現在最好的 是台大女學年 是不是 再來大概就是 台大業績系 他們的人文素養 決定是遠遠超過他們 所以 各位要知道 他們之所以表現得很好的 絕對不是因為他在數學上非常冷幹 他在這個物理上非常冷幹 而是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人文素養 他最後佔了 我知道多大的力量 最後他的成就也大了 這些同學如果他不在乎的話 我告訴他 他將來的淺度是非常不淺 如果需要的話 我可以來告訴他 如果他要 沒有人繼續不在乎 小心到學校裡面 被你老司 真的會罵人 樓血噴頭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 這是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我們 這邊 剛才天明教授這樣講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科技與人文 剛才天明教授這樣講 就是科技有辦法 當然會帶來進步 當然五個否認也會帶來一箱 很多層面的副作用或是副影響 那麼一教授這個意見 當然人文 第一個人文重要不重要 第二個如果我們是人文 如果人文非常重要的話 那麼人文在現在這種科技所主導的 這個世界裡頭 那麼我們人文該扮演怎麼樣的一個平衡的角色 都有什麼方法 第一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讓我們的學生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大多數非常大的災難 所以發生了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等等 這個問題所產生的 舉例來說我覺得我們所有的老師都應該告訴我們的學生 有關於巴勒斯坦問題 這個問題之所在於還是在於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的問題 如果有這麼大的仇恨 這件事情是永遠不能解決掉的 我想這個我們一定要讓他們知道 就是說最後人類要有一個更好的世界 這個人文的教育絕對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話人類會不堪設想 舉個例來說應該告訴學生 這個世界上現在面臨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回教國家和回教國家之間的仇恨 是越來越深 而不是越來越淺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有的所謂反恐這一類的戰爭 以及反恐所有各種的措施都沒有用 不可能在沒有消滅仇恨的狀況之下 使得恐怖分子能夠從這個世界上崛起 只有使得這個仇恨崛起 才能夠使得恐怖分子崛起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要讓同學知道的 不過現在的問題就是 同學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兩個巴勒斯坦他都不知道 所以你講了半天再去講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事我想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們整個人 我們是一個人知道的多種 第二我認為人文學者 不能夠再走回過去的想法 有些人又把儒家思想提出來 就把儒家思想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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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就解決掉了 我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那些哲學教授還在講西學為奇 西學為奇 我很坦白講 這個人文學者還是應該盡量的懂科學 你應該盡量的用最新的東西 然後用手機就用最講究的可以照相的這種手機 這樣的話你就知道新的technology好到什麼程度 因為你不需要知道這些科技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那我所擔心的是 我們的哲學家等等所講的東西 英文講的 totally irrelevant 跟我們這個世界是已經拖了結了 昨天我在聽一大學做校長 那些人我講的 我所謂 有一個數學系的學生來跟我講 他說老師啊 我這個課實在是痛苦之之 我說什麼東西 我說這個是一個哲學課 我通識教育 一定要選這個課我就選了 我說這個有什麼很痛苦呢 這個老師就跟我講一個命器 這個命器認為是哲學上的一個大的命器 叫做Berkeley的命器 Berkeley是一個主教 他那個命器 我說這個什麼命器 他就是一直困擾這些哲學家的問題 我現在講給你聽 門外面有個人 大家知道嗎 門外面有個人 門關起來了 我請問外面還有沒有人 這個學生就說 這個老師講了以後 學生不曉得怎麼回答 這當然是怎麼回答了 對不對 這老師就解釋半天 解釋半天 他說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 門打開來看 外面有人就是有人 沒有人就是沒有人 我想這個 這個就是我要講 就是說這個哲學應該relevant 要與我們這個人類有關 你要講一個relevant的 科學家他們管理這些 他從來不會搞那個irrelevant的東西 他的影響力大了 所以我們如何和這個科學家 披索哪個影響力大 我認為 其實我認為 世界上重大的問題 最後要解決 不是靠科學家 人家是靠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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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們建設的 所謂恐怖分子問題 決定不是靠科學家 能夠解決的問題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好 謝謝 哇 要千零嗎 千零嗎 千零欸 欢迎订阅